土耳其遭遇强症 造成严重伤亡 物资短缺 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攜手土城狮子会 以及民间团体 共同捐赠5万双的袜子 希望抛砖引玉 让更多善心人士 一起为土耳其在后重建 尽一份心力 借过议员手上的袜子 土耳其在台代表处秘书 代表土耳其民众 至上最深的谢意 为了协助土耳其渡过难关 在艺人林金杰的号召下 集结土城狮子会 以及民间团体 捐赠5万双袜子 土城狮子会 跟台湾黄乎近华家族跟金杰 我们之前就捐了很多的物资 土耳其在台湾的办事处也提到 他们不要劝缺袜子 我们就去募举了很多钱 买了很多很多的袜子 因为厂商制作来不及 都是新袜子 所以说我们制作了5万双的袜子 要送给我们的土耳其在台的办公室 艺人表示 台湾同样身处地震带 因此对土耳其强震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我们位处在这个地震带 台湾跟土耳其一样都是常常发生地震的地方 当我们台湾发生311跟921大地震的时候 相对的其他的国家也来帮助我们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土城狮子会 结合了这么多的一个民间的团体来帮助他们 我们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团体单位 来帮助土耳其走出这样的一个 大地震的一个阴霾 5万双袜子将直送机上运往土耳其 而这份跨国界的爱也会同时送到灾民手中 这份跨国界的爱也会同时送到灾民手中